它就是说它有一个档案 那个档案就是一个TSD档 已经都把字打在TSD档 所以如果将来你要把简报汇进来的话 第一个我们先开启PPD01的档 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个档放进来的话 特别注意,你要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记得你可以选择哪一个呢 选择在常用里面 OK,常用版里面选择新增投影片 如果把那个TSD档汇进来 你可以发现这边有哪一个呢 在底下这边有什么 从大刚插入投影片 也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它里面就有个TSD 我那个档案我是把它放 因为我刚刚是下载 所以应该是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找到下载 下载里面有一个练习档 然后练习档里面的话有一个102 就是这个档案 也就是如果你要把大刚直接就放到PPT 而且它已经帮我们把大刚的位置都做好了 所以按插入之后你会发现 它自动就全部汇进来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做PPT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先在 记事本里面先打好 打好的话记得这边Enter 然后它这个地方的话每一个地方Enter 然后汇进来之后 它就按照你要的这个位置直接就汇进来了 OK就类似像这样的 OK有没有就全部汇进来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这个是第一副 记得从那个常用里面的新增投影片的这个 从大刚插入投影片 然后去找到那个档案就OK了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来看第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的话建立那个简报的大刚 然后它里面要我们输入什么 我是我有我能这几个字 然后呢 并且利用那个编号前面123 这个编号不是自己打的 不是自己打 11点 那个是要透过那个编号的功能 帮我们产生 所以要怎么做 1请在投影片1之后新增一张 only content的版面 OK 那成为投影片2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要在投影片1 那投影片1在哪里 在这里 在下一个 所以之后在这里 那如果我要什么 新增一张投影片的话 你就按一下 一样新增投影片 然后呢 它说要什么呢 选择only content这个 所以你就把它选择这个 点这个点一下 OK 那这边就有一个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直接在这一个投影片上方点一下 然后分别输入 它要我们输入那几个字 那几个字的话 总共就是我是我有我能 所以我刚才已经打了 先把它输入了 OK 或者你直接打在这边也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输入完之后 接下来呢 它要我们在这个上面做那个项目符 不是叫你用什么12 不是哦 而是说你必须要用他指定的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所谓的那个项目编号 我发现上面有一个在常用里面有一个 所谓的那个123的这个所谓的编号 然后我就选取它 选取这三个之后的话 按一下编号 这时候的话 它就帮我把编号加上去了 接下来的话 它要做什么 编号有了 然后调整全部文字的间距哦 非常的宽松 那间距如何调整 现在间距哦 就是标准的 可是如果间距要调松的话 特别注意哦 功能请你往上找一样 在那个什么 这个编号前面往上 有没有发现 其实功能在这里 自圆的间距 那间距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旁边有个箭头 你这箭头点一下 其中会有一个选项 叫什么呢 非常宽松 OK 所以你就点这个非常宽松 非常宽松 松 标准 好像差没有很多 有差很多吗 紧密 有吗 非常紧密 我还黏在一起 好像没有 当然如果非常宽松 还是不符合你的需求的话 你可以选择其他间距 可以自己再调一下 比如说现在疫情很严重 应该大家应该做宽一点 非常宽松 OK 非常宽松点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完了 我好像看不太出有什么变化 算了 反正 考试有时候就是 它就是要你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就得分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已经把一跟二完成了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做第三 那不过你会想说 第三到底有什么差别 因为它这个顺序是一 一到十四张投影片 那你可以看到一到十三的顺序 当然你可以从这样看也OK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这样看 其实有时候卷动上面的 你往下卷上面就不见了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你要看到全部的投影片的话 建议呢 可以切换到右下角有一个叫什么 叫投影片浏览的模式 选这个哦 有没有 按下它 这个时候的话呢 另外你可以把它减号减一下 这样好处是什么 可以看到全部的投影片 有没有 可以这样子全部看到 那这样的话呢 你再来算 一二三 有十四张嘛 所以它的顺序哦 有什么变动 我们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不然的话 有时候看半天到底哪一个要变动 不知道 第一个是王晓明 所以不用动 第二个是这个 我是 不用动 那第三个是我 我是 也不用动 知楚科 然后辩论色 喜爱我有 然后呢 再来说 哎 TQC 三四面 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个跟这个 颠倒 所以怎么颠倒 暗处不要放 移过来就好了 好不好 然后还有什么 再来就是分享热忱 果能 中达速度 图像思考 创造表达 所以你会发现哦 可以把什么中达这个拉到这边来 有没有 这样子就大功造成 那我们就把它再切回来 切回来就是再按一下标准模式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浏览模式 当然呢 你也可以在标准模式里面处理 只是说 如果你在标准模式里面处理的话 其实会处理比较辛苦一些些 所以特别之后 可以透过这个模式的切换 然后达到我们要 这个修改顺序的这个目的 OK 所以一二三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记得从什么 新增投影片 从大纲插入 二的话 那就是你就输入什么 在这边 按下新增 only content 这个 然后输入这几个字上去 那并且 做这个项目符号 跟非常宽松 那并且的话呢 切到这个浏览模式 做调整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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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